立夏节气的含义是什么?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,其含义是告别春天,夏天即将开始,是标志万物进入生长旺季的节气。 立夏交节时间在每年公立5月05日至07日,此时北斗七星的豆饼指向东南方,太阳黄金达45度,立夏后日照增加,逐渐升温,雷雨增多,农作物进入了着丈成长的阶段。 江南正式进入雨季,联名的阴雨不仅导致作物的失害,还会引起多种病害的流行。 立夏有三后,第一后楼孤明,第二后蚯蚓出,第三后王瓜生。 立夏前后正是大江南北早到插秧的时候,此时雨水的迟早和雨量的多少,与日后的收成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立夏之后天气逐渐炎热,体内水分消耗快,要注意补充水分,饮食应以清淡食物为主。